3月1号 微电影《灵魂中转战》在京举行了首映式 策划宁财神 导演魏明 携该片主演李薇 金明和鲍春莱等集体亮相发布会 《灵魂中转战》是迄今为止第一部敢于把首映搬上影院大一幕的微电影 也是史上最贵的微电影 顶级的制作班底超豪华的全明星阵容也让这部影片颇具看头 微电影作为一种全新的模式受到很多演员的青睐 姚珍在昨天也表示 如果自己要拍微电影的话 一定会邀请宁财神试验一位落魄的编剧 对此宁财神却笑称自己身价太高 姚辰请不起 值得一提的是 羽探王子鲍春莱此次也是首次触电 在影片中客串了死神一绝 在球场上叱咤风吟的鲍春莱在发布会现场 不停谦虚地表示向各位老师学到了很多东西 已经退役的他已向大家透露自己的演艺生涯 已经在规划当中 我觉得我会尝试很多一些不同的一些方面的东西 因为这毕竟现在相对来说时间也比较充裕 发展的方面也比较多 所以说我会给自己一个规划 像之前的我有唱歌 包括这次演员的电影 包括我还有主持人 包括这个方面 都会有一些活动要去参加 哭了鱼啦 一起报道